相對很低 師傅大火翻炒粉果條 保齡茶室這道必點的招牌料理 深受不少韜客喜愛 不過這回居然成為 食案事件的可疑主因 保齡茶室爆發食案中毒 已於北檢指揮民生專組的檢察官 列他治案調查 同時回到餐廳 對相關的證物進行查扣 要來釐清案情 27號凌晨 檢警惠同衛福部等單位 前往餐廳搜證 負責人李仿宣 以食案法證人身份 前往警局作筆錄 兩名死者分別由新北檢 及事檢相驗 後續結果交由北檢統一偵辦 檢察官會依據案情 所受重的情形 如果有刑事的責任 他們會依法來嚴正的處理 食案風暴持續擴大 蘇一峰醫師認為 就算是先人掌感菌 也不至於會毒到死亡 懷疑可能是誤用有毒食材 大概可以考慮是 百分之九一九是毒藥物 這幾天裡面就 各所信來啊 都沒消息沒信 應該不是啦 全案進入偵查階段 不排除任何可能原因 若後續調查結果為人為 將轉為真字案查辦 可能因為尚在釐清 食物中毒的發生原因 難以判斷誰是涉嫌人 所以先用他治案進行偵辦 那未來已經調查到 差不多的程度可以做一個結案 可能包含起訴或不起訴的時候 就會轉成真字案做結案 保齡查室全部分店 目前都已經被勒令停業 檢查機關全面啟動 先了解死因 若有涉及刑事責任 一定會追溯到底 如果一旦確認為食物中毒 負責人李仿軒 恐怕也難逃相關責任 三線新聞正想人